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在养菊子兰的时候呢 给它养护浇水工作不能少 君子兰对这个水的要求呢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我们平时养护的时候 尤其是在北方的一些花友养护这个君子兰 这个自来水呢都会懂得给它浸养一天左右 才能把水里面的一些滤去或者一些有害物质给它挥发掉之后 再给它进行浇灌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给君子兰浇水的前一天呢 就把这个自来水给它养一养 这样的话给君子兰浇灌效果更加好 首先呢我们准备好接出来的自来水 在水里面给它加入两滴这个米醋 那么给它浸养一天之后 这样子给它浸养一天之后呢 我们再拿出来给它浇灌 在浇灌的同时我们再给它加上一溜 就是这个水酸性营养液 它里面主要的是以酸性为主 而且呢还含有氮磷甲元素 还有一部分的微量元素 这样的话我们给君子兰浇灌 就能让它的根势很好的失收 又可以改善土壤的酸碱度 像这个水2000毫升的话 我们给它兑上一颗营养液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子我们给它浇灌 每隔10天给它浇灌一次 就能让你的君子兰的根势越氧越壮 这个土壤呢 越来越疏松 不会出现板结的现象 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给君子兰浇水的时候呢 先把水养一养之后呢 再给它浇水或者是吸肥 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